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用词其实不太听得懂 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体质 究竟你和我又属于什么体质呢 不如请教一下中医师刘雅琪 很多人都有看中医的经验 中医师通常会说你是寒底或是热底 不过体质是否真的那么容易分析呢 请教一下刘雅琪 是否真的只有寒底热底这么简单呢 寒底热底这个概念是我们说比较简单的 多数是比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容易分辨 如果我们硬要退回体质核 更多就是比较适用阳虚体质或者阴虚体质 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还会有其他七种体质 有哪九种可不可以说一下 可以 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和体质 平和体质的人是相对比较健康些 无论心情或者平时的身体状况都会比较好 而且他对外界的适应环境都会不错 第二就是气虚 气虚的人就容易累些 可能说多两句就会没气 或者声音会比较小声 第三种就是阳虚 阳虚也是精神会累些 但随时之外还会说比较怕冬 胃腕部、腹部、腰部这些 或者膝胸膏都会比较冷些 第四种就是阴虚 阴虚体质的人就是会相对容易瘦些 因为可能火比较多 另外就是他容易会手脚心出汗 或者面会有些潮红 或者会偏红些 第五个体质就是痰湿体质 痰湿体质的人就容易 而我们说相对地比较肥些 而且容易四肢会累些 腻胎会比较厚些 白色的腻胎 第六种就是湿液体质 湿液体质就是容易油光满面 容易生暗瘡粉刺 而且大便会比较黏黏 不索就是会黏碼筒 而且小便会有些却热感 会偏黄色的 腻胎是比较黄、比较厚、比较厚的 第七种就是气屈体质 气屈体质相对地容易 情绪不太好 可能屈屈不欢 容易焦虑不安 情绪低落等等 情绪有关都会容易 跟气屈体质有关系 第八种就是血乳体质 面色和唇色都比较暗 而且容易有斑 最后一种就是特品体质 特品体质跟过敏体质是比较相似的 它可能容易烤喘、鼻敏感、皮肤敏感 或者对食物敏感 对外界环境变化都容易 适应得相对地比较差一点 我就试过说两种体质 譬如中医师就说 你上热、下寒 是不是都挺普遍的呢 普遍的这个 有上热、下寒 或者外寒、内液都会有的 我们在临床上都会遇到有些病人 可能夏天大热天时来到 穿着一件很厚的外套 都已经滑冻 晚上不开冷气 我们就这样听 我们以为它是寒底、怕冻 我们再进一步去检查的时候 看看它的蝎像 其实是黄厚离胎 蜜像是滑索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到它 其实除了是怕冻之外 就是我们是寒底之外 其实还有室业体质在里面 你可不可以一眼看出它究竟是什么底 什么体质 因为我们印度人都化妆 所以我就这样看 未必太容易透过外在看得到 但我们可以透过蝎像、蜜像 可以观察到 对了 可不可以牺牲一下你 那就是看着你了 我给你看一下 好可以 相对地 应该是比较 稀虚一点的 稀虚 其实更确实 它应该是脾胃差一点 但如果我们要套进去体质上面 它可能会比较唏嘘一点 容易累一点 人比较提不起精神 因为脾胃比较差 主要是这个 所以饮食要注意 要注意些什么 山冷的 可能要多吃山冷的东西 不可以吃山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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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冷的东西 还要戒冷的东西 但现在虽然入了抽 但还是很热的 是的 有时也有30度的 冷的东西真的很难戒 其实慢慢开始就可以了 我们最初的时候都不习惯的 但当你喝了热水 喝惯了热水之后 你会发觉 其实你再喝冷水 会很刺激的 是的 有些迷思 譬如我自己这样想 你如果热底的话 一定是 那个人是草草的 草应该会生暗瘡 会多些 是不是一定是热底的人 就会生暗瘡 这个也不是的 那我们暗瘡 都有可能是 虚寒体质导致的 因为其实暗瘡 除了有热之外 它还有湿在里面 那我们说 虚寒体质的人 我们说 刚刚提及的 例如胃会比较弱些 因为我们胃比较寒 那胃比较寒的时候 就容易有痰湿 那我们最近遇到一个病人 也是这样的 那他可能刚刚入本回来 我们就看到他 在面上生了一条 就是这个部位 零碎是一条的暗瘡 是的 一粒粒地生了 就是很齐整一条的暗瘡 那我们再细问 因为我们看完他舍物 都觉得他是比较寒一些 问他是不是吃了生冷东西 他说不是 因为他也不敢吃 因为他本身知道 自己的脾胃不是那么好 那后来再问 原来因为日本常常喝冬东西 可能是冰水 是的 所以可能喝了冬东西 我们会伤了脾胃 那导致有些濕了气肌 我们可能就会 上去臉的时候 就会有些暗瘡 所以那些 我们说虚寒的暗瘡 是不会很大粒的 很小粒 是的 就陰点陰点 它不发大 但是又会在那样 那些暗瘡很狠 对 那些不是实火 是实火的暗瘡 挺留意的 我想问一下 你说吃得生冷东西 就会在这个位置 删一些小暗瘡 那其实是否从中医角度去看 哪一个位置 在面上删的暗瘡 就可以知道大概 它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 刚刚那个例子 只不过是比较特别的 不是所有人 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参考 那例如可能 刚刚他我们说 怎样可以猜到脾胃 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说唇周 其实跟消化系统有关 这个颜头 都跟脾胃有关 那两边呢 我们又跟肝胆有关 那我们可以透过 暗瘡的分布去推断 但是呢 未必是绝对 是的 可以有一个参考价值 对 参考价值 或者我们玩火 应该不说玩火 玩火会比较具体 那我们玩火的时候 那我们倒水下去 其实它会炸一声 是的 其实会有很多水蒸气 所以反而我 我自己观察就是 一些比较热的体质的人 如果长期喝冬饮 或者他做完运动 即时喝冬饮 是很容易积了一些濕 在身体 所以其实 我们说所谓的平衡 不是这么平衡 是的 是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 很多人去看中医的时候 中医师都说 你戒冬饮 喝热的东西 无论外面30度 也好都是喝热的东西 其实我过去10年都是这样 因为是习惯 那个热的重要性在哪里 有些人就说 跟你的体温是一样 就是比如37度 是否都是这样的原理 其实为什么我们说 尽量要喝热的东西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 那我们的消化系统 其实都是比较弱一点 你可以理解 这个消化系统 好像有个小火炉在下面烧 那如果你经常喝冬饮 那个火就不够大 冷饰它 对了 就变成了它可能就会 我们说火小 胃不够力的人 就会消化功能比较差 那些基本上都是胃寒的 所以我们建议 不要喝冬饮的原因 都是因为要照顾消化系统 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我们的基本上 如何吸收营养 或者令到我们身体精神 气血比较充足 都是靠它 所以大家要养成喝热饮的习惯 是的 那我们大概都知道 譬如我们的体质是怎么样 然后体质的重要性是怎么样 譬如中医来说 如何可以帮助到它去断症呢 我们转头回来继续 FIT开有条路 有病人会拿一张药药 进来跟我们说 说医师 我爸爸妈妈吃完这个药 盖毛咳嗽喉咙 喉咙痛都没事 我合不合吃 那其实是不OK的 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不同天时 不同状况 身体体质不一样的时候 各身体开的药 都不同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乱吃药 或者不要把祖传的药药 拿回来吃 继续第二节的FIT开有条路 我们刚才探讨过很多体质的问题 不过人们不禁问 究竟这个体质是如何练成的 要请教下留意识 譬如我的体质 我是否天生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我们体质的形成 会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 我们先天爸爸妈妈 治愈给我们的身体 例如好像现在比较明显的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有鼻敏感 那些过敏性皮肤 都容易遗传给小朋友的 那后天呢 就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心情情绪 自然环境 或者社会环境 那我们在不同的环境 情况下 就会容易形成某种体质 香港的 是什么体质都 香港人其实 我自己观察 可能会谈识失业会比较多 那可能跟这个 我们的饮食习惯 长期在空调房 运动不够 想东西多 会有关系 所以他们多数都会谈识失业 例如容易有湿疹 容易累 没有精打采 都会有关系 比如刚才都说过 有九种体质 最正似乎是平和体质 但我似乎身边 是没有人平和的 我发觉是 如果我想锻炼成这个平和体质 又行不行 其实都可以的 那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 情况去调整 例如我们说比较虚寒的体质 例如阳虚 气虚的 那我们尽量在生活上 注意保暖 如果要是用于冰冰和体质 要介入生冷冰冰的食物 那些冰冰和冰冰 可以可以吻 一定要添加冰虚的体质 那我们尽量保持心境舒畅 早点睡 介入一切心压刺激 才能炸油理 尾重的食物 如果是氣鬱、血乳的體質 我們建議它多接觸大自然 適當做運動 這兩件事都是天然的梳干藥 所以盡量保持心境舒暢 另外還有是痰濕和濕熱體質 痰濕和濕熱體質盡量飲食 少油、少肉 盡量容易消化的食品 令身體負擔減少 Gina,你最想追求的就是平和體質 我想問九種體質中 有沒有一種是最危險的 或者會令到生命危險 體質其實我們只是用來參考 我們不能當作一種病 我們都好像遇過一些病 我們一身調理出來 我們看到它已經很白了 不只是舌頭白 是連蝕質也很白 整條理都很方便 我們說已經很寒或濕了 但我們問它有什麼不舒服 它沒有任何不舒服 所以有時我們不可以說 我有這個體質 是不是我就有病 其實不是 我們可以借這個體質理論 去幫助自己 盡量在日常生活中 令身體平衡 減少有疾病的發生 另一個角度來看 你知道某人的體質之後 你會否比較多推斷到 它是會較容易患什麼病 或者它當時身處是一些什麼病症 會的 其實這個體質學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在臨床上 是幫我們提供多種思路去診斷的 我們例如可能見到病人來到 他視像已經很紅 或者一看他已經很急 臉潮紅 手易出汗 其實都基本上有個方向 判斷到它是陰虛 如果再加上他長期失眠 睡得不好 容易悶症 透過這些 毛毛人切歸納 我們就更加可以肯定 他的不舒服是因為 它的陰虛體質導致的 我們就可以再透過這個判斷 去開方和去做診斷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普遍的趨勢 例如出生的時候 它通常是什麼體質 然後慢慢長大 去到老年的時候 又會變成一些體質 可能一生人裡面 可能變成不同的體質 出來也不一定 會的 其實我們會變的 小朋友是 我們可能可以觀察一下 現在大部分小朋友 都是容易有過敏體質的 即是特品體質 可能跟現在的環境有關係 或者是父母先天 本身就可能容易過敏 現在小朋友就是會比較明顯 一出生可能鼻敏感 烤喘或者皮膚問題 同時存在 但如果我們說後天 它照顧OK的話 其實可以慢慢慢慢翻 這個過敏體質 會越來越不明顯 是的 我們說它抵抗力上來 其實就沒問題 隨著年紀增長 我們生活習慣不好 或者我們機能衰退 都會慢慢變 例如老人家就更多 可能陽虛 陰虛 或者唏噓 這些比較明顯 都是一些比較 我們說 氣血比較弱的狀況 是的 其實之前那節 我也說到一個人可能 裡面有不同的體質 這一類的病人 會比較難搞一些 因為你用藥的時候 我又怕它太寒 但這隻藥又怕它太熱 也不知道中間的平衡點 如何取得 會的 其實我們說越複雜的體質 其實相對地用藥 或者治療過程都會越花時間 好像剛才你合得到 寒熱同時有的 我們一來要清它的火 二來又要顧著它的皮胃 不可以太寒 因為太寒容易胃痛 我們用藥的時候要很斟酌 我們也要提前跟病人說 可能需要時間比較長 而且它吃藥的時候 也要更加謹慎 可能要煮得濃一點 量少一點 慢慢地喝了它 減少刺激 劉醫師 我想問一下 除了藥之外 其實你知道我們廣東人 都很喜歡喝湯 湯水又可不可以幫得到手 其實湯水都可以的 但它更多就是保健作用 其實我自己觀察 坊間上面的湯水 都是以健脾去濕 或者清熱去火為主 但可能涉及到其他體質的時候 就未必會有太大幫助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 比較濕、比較累 可以煮一些健脾去濕的湯水 如果可能有些虛火 可以間中喝少量的涼茶 但是儘量不要過 所有事情過了都會傷身體 是的 但譬如說食料 宇洋說喝湯那些 都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作戰 是的 你有沒有今天喝了一鍋 有食料的湯之後 然後明天說 厲害了 我變得平和了 也不是這樣的 是的 不是的 它也要時間 其實相對的湯水 它無論是藥的濃度 或者藥效 都不會有我們說 體病開方的針對性 變成它更多 就可能是比較溫和一點 變成溫和的藥 它相對地花的… 就是它對身體的影響 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就要花近長時間 令到身體會有改變 是的 那其實我自己在家裡 有沒有辦法可以目測 或者是怎樣去鑑定 我自己是甚麼體質的 你回去想看看兒子是甚麼體質 可能 是否有 都可以的 那好像剛剛提及到 那不同體質都有它的特徵 那平和體質基本上就是很安全 就是它很健康的 那都不用怎麼判斷 基本上沒有病沒有痛的 那如果是陰虛體質的人 他會比較容易睡不到膠 可能容易上… 會比較緊一點 臉會比較紅一點 那就是手腳心熱 濕濕熱體質 那可能就跟消化系統有關係 那可能你脾胃沒有那麼好的 那你見自己離胎比較厚 就可以判斷你基本上就是這個體質 那如果氣鬱體質 就跟情緒有關係 如果你覺得自己經常都好像 提不起降徑、不開心 或者容易吻疹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個方向 血癒就是… 你會發現臉色比較暗一點 就是唇色、有斑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可以透過這些去判斷 所以反而要仔細去看一看兒子 就是自己可以做一個 很初步的望文文切 剛才也說到 譬如藥、那些湯 濃度或者稀度 都可以影響到體質的調理 那個原理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 因為它濃一點的時候 它的有效成分會相對比的 如果有少 就是我們可以煮藥 我們基本上煮出來就是一碗藥 而那些開芳的 我們都是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去開 就是好像你度身訂造一套衣服 以及一套成衣的分別 那成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尺寸 那你對就不對就不對 那度身訂造的 基本上就是完全符合你的身體情況 那所以如果湯水 它為了安全起見 基本上就大活一點 就算是同樣的藥 它對身體的影響性就沒有那麼大 嗯… 我還記得 譬如我自己去看中醫 中醫有一張紙仔的 即是說你看完之後 你調理也好 或者你是去有些病痛也好 那種紙仔就是一些水果和蔬菜的選擇 那通常呢 我其實不記得了 很多十幾二十種的選擇 但是最記得呢 嗯… 中醫就說要吃一些正氣生果的 什麼為之正氣生果呢 就是一些的蘋果啊 橙啊那些 蔬菜呢 就是正氣蔬菜 菜心 嗯… 或者是一些的生菜 那是不是都是那個大原則呢 大方向是所有體質都可以吃這一類的 正氣的一些食品呢 其實正氣的食品 我理解就是比較溫和 那變成了它呢 可能長期食用呢 對身體影響都沒有那麼大 那我們其實理解 就是我們中醫呢 理解藥材或食材 其實都是…都會將它分… 就是用偏性去理解的 就是所有食物呢 都會有它的偏性 只不過我們食材的偏性比較少些 藥材的偏性比較大 所以食材對我們身體影響沒有那麼多 我們可能每天吃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藥材呢 就是偏性比較大 所以可能我們吃完之後呢 那個感覺會比較明顯 也都稱為療效比較顯著 所以藥材呢 就建議大家不要亂吃 但是食材呢 盡量均衡 不要說偏食某一種 我們也遇過那些病人 可能他青春期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個人也容易比較熱一點 可能呢 就喜歡喝些冷的東西 喜歡吃些生冷的東西 那我們很容易就養成了一些生活習慣 就習慣了 我選擇的食物都是偏涼的 過了十幾二十年呢 那體質呢 就開始變了寒了 是 所以其實我們說 有時我們的生活習慣 或者飲食習慣 可以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 會影響身體 那食材呢 他相對於是就溫和 他就會花更長的時間 去影響我們的身體 就是這樣了 好 今天謝謝劉醫師的分享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戒糖可以餓死癌細胞 癌細胞呢 本身是一些非常之惡毒的人體裡面的 易變了的細胞 那它也是因為異常了 它需要的能量啊 糖分啊營養是極之高的 道理上呢 如果你說戒糖啊 減少這些飲食啊 是可以令到這些細胞 沒有那麼活躍的 那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少了這個糖分 你不單是這些癌症細胞 沒有了這些營養的 是你整個身體都沒有 包括這些去攻打這些 癌症細胞的免疫系統之類的 或者你怎樣康復 都沒有了這些能量 那所以我們不會建議 是一些癌症的病人特別 要去減低它的糖分 因為這樣是傷害到整個